一聊这个暖阁的门帘子呀 这娘娘从外边可就走进来了 就在这时候一缕朝阳 正打在这个同家室的身上 这老太后往外一看呢 呦眼前就是一道金光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啊来到咱们的书馆 这说书人一拍书胆呢 那就算开书了 说宫廷戏的时候啊 一说这皇上媳妇 那来了精神了 说这皇上啊他享尽人间之祈福 他在这个女人方面啊 尤其甚至有这个桑公六院 七十二片妃 那么这么些女人 那什么人才是这后世 小皇帝的妈妈呢 那有人说废话 那谁生的小皇帝 谁自然就是这小皇帝的妈妈 哎不尽然呢 要说在身份和位分的尊贵程度上 这小皇帝的生母 还真不一定就排在这后宫的第一位 为什么呀 因为这小皇帝啊 还有嫡母呢 这中国的古人呢 很重视嫡数 所以啊在后宫当中 如果出现了两位皇太后 这嫡母要排在这个生母之前 当然了 那得说呀 是这个嫡母和生母 她不是一个人 那要是小皇帝本身 就是一个正牌皇后生的呀 那就没这些麻烦事了 可是哪有那么寸的事啊 这小皇帝登基了 她生母也健在 嫡母也健在 通常情况下 她不会这么巧 有情一代十二弟 也只有四位皇上 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首先呢 就是顺治皇帝 顺治刚登基的时候啊 孝敦文皇后 和孝庄文皇后 在后宫当中 两宫并立 接下来呢 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登基的时候啊 也是这生母也在 嫡母也在 嫡母啊 就是孝慧张皇后 博尔吉奇特氏 那位蒙古族的皇后 还有一位啊 就是她的生母 生母是谁啊 是这个孝康张皇后 童家氏 再往后说这桩啊 她虚微有点复杂了 那就是 同治光绪朝的 慈安皇太后 和慈禧皇太后 同治皇帝宰 和光绪皇帝宰田 都赶上过 两宫皇太后 那今儿咱们要说的呀 是康熙皇帝和她两位母亲的故事 咱们就先说说吧 这个生母孝康张皇后 孝康张皇后 她的爹呀 叫童图赖 是这个满洲整兰旗人 也就是说呀 他们祖上啊 是汉人 可是您得记住了啊 现在这个满族啊 姓童的多了 他们多数啊 是这个童姓的汉人 后来义附于大清之后 才被编入了汉军旗 不过呢 只有这童图赖一支 他们不这么认为 童图赖一支啊 后世出了很多位皇后 被称之为大清第一外戚的 那既不是这孝庄文皇后 他们家的这博尔吉吉特氏 也不是啊 这个孝成人皇后 他们家的贺舍礼氏 而是啊 这孝康张皇后 他们家的童家氏 这后世所说的 天下第一外戚 同半朝同半朝的呀 那就是从这个孝康张皇后 这儿才开始的 康熙八年 那年是1669年 康熙皇帝 为了抬高自个儿 姥姥家的出身呢 于是就把这童养正一支 由汉军整蓝旗啊 抬到了汉军香皇旗 画个阔弧啊 这童养正啊 是童图赖的爹 阔弧完了 您听明白了吗 这份台籍的殊荣啊 不是蒙音给所有姓童的人呢 是只把这童养正一家 从这个整蓝旗汉军 抬到了这个湘黄旗汉军 可您记住了啊 这会儿的童家 他还是汉军啊 也就是说 他们还承认 祖上是汉人 可是啊 到了康熙27年 这童国刚啊 他请回满洲 童国刚是谁啊 这童国刚啊 是童图赖的儿子 他给这皇上打报告说呀 说我们家呀 原来本来就是满洲 后来呢 与汉人杂居之后啊 才取了一个同姓 加入八旗之后啊 不知道怎么着 稀里糊涂啊 就写进汉军旗了 现在我们呀 要改回这满洲旗 康熙皇上一想 那你说改就改吧 我也没有工夫啊 给你核对这件事情去 你呢 是我的舅舅 再有呢 这康熙皇帝 现在的后宫当中啊 还有两位妃子 是童家士 这里边啊 其中一位就是 后来康熙皇帝的第三任皇后 孝义人皇后 这童国刚呢 是这个孝义人皇后的大爷 是当时这个童家士一门的掌门人 这康熙皇帝一琢磨呀 把你们家全改成这个满洲籍啊 对我对朝廷啊 也没有什么害处 那干脆就改了吧 那咱们聊这些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这就是满族姓氏的 一个小知识点 您看啊 现在的满族朋友 都是姓童 可是啊 这祖先呢 在清代的官书上啊 他没准啊 就不是一家子了 顺治十年 那年啊 是1653年 这童家士入宫 是通过八旗选秀入宫 这入宫以后啊 在宫中的位分相当的低 据说呀 低于小福建 这个低于小福建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呀 它上边啊 有小福建福建妃 皇贵妃皇后 是这后宫当中啊 除了宫女嬷嬷 哎 地位最低的女人 要说这人的命运 想翻身 无非也就是在 一朝一夕当中 转过年来啊 康熙11年的3月 这位娘娘啊 好日子来了 这童家士娘娘啊 给顺治皇帝 生下一位阿子 这就是后世啊 赫赫有名的 康熙大帝 黄三子玄业 说说到这儿啊 有人说呀 这童家士娘娘啊 命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15岁那年 给这顺治皇帝 诞下了黄三子玄业 顺治皇帝啊 喜不喜欢这位黄三子啊 咱们另说 但是必定啊 是为皇家诞下了龙肿 这皇上呢 理应啊 对这位娘娘有所封赏 有所进风 可是直到这顺治皇帝 驾崩啊 这个童家士娘娘还是一位树妃 也就是说啊 大不计啊 是个福晋 是小福晋的可能性都有 连个正经的妃位都没混上 可是啊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童家士之所以在位分上啊 没能晋升为妃 或者是贵妃 那完全是因为清初顺治年的时候 在这大清朝的后宫当中 真正的这个位分制度还没有完善 您看呢 这后世都没有了的称呼 什么福晋 小福晋 格格 这种称呼还在呢 就能证明这一点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相信呢 十四岁就入宫 当年就被皇上宠幸 转过年来就给皇上生了一个大儿子的女人呢 在宫里没有地位 招皇上不待见 很多的宫廷史料证明 这皇上啊 他也不是天天把心思都扑在董阿妃的身上 这一点的名 咱们讲孝慧张皇后的时候啊 我再给您细了掰扯 不但如此呢 这宫里边啊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这个当时的婆母娘 招圣皇太后 也就是孝庄文皇后啊 还是非常喜欢童家士娘娘的 话说这个童家士 怀着这个皇三子玄夜的时候 有一天呢 这童家士娘娘啊 到慈宁宫当中 给这老太后请安 这正是这童家士娘娘怀孕的中期 顺至十年的冬景天 这大早起的呀 这娘娘就给老太后请安来了 一聊这个暖阁的门帘子呀 这娘娘从外边可就走进来了 就在这时候啊 一缕朝阳 正打在这个童家士的身上 这老太后往外一看呢 呦 眼前就是一道金光 于是这招圣皇太后啊 就跟旁边的使过人说 说你看 这孩子身上 从一角处怎么有两条金龙 盘旋而上 飞升了呀 再一问呢 哎呦 感情这童家士啊 怀孕了 于是这老太后就说呀 哎 看来呀 你怀的呀 那必定是一位 大福大贵之人 旁边有人呢 就逗老太后开心 说这老祖宗 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这老太后说了 嗨 当年啊 我怀皇上的时候 就有人呢 看到 说我的一金处啊 有这个行龙腾绕 你看 不就生了福林了吗 所以说自此啊 这招圣皇太后 对这个儿媳妇啊 那也是高看一眼 说到命好时期状啊 这康熙的生母 孝康皇后 可远超她的婆母娘 孝庄文皇后 那么这句话 又是从哪说起呢 哎 很多史料证实啊 到了顺治八年 也就是说呀 这顺治皇帝 已经亲政了 多尔滚呢 已经死了 到了这个时候啊 这顺治皇帝 才给了孝庄文皇后 昭圣皇太后 这个尊号 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在这之前 在后宫当中 被尊为太后的 只有皇太极的 正宫皇后 伯尔吉吉特哲哲 这孝庄文皇后 并没有得到太后的尊号 还苦苦的等了八年 可是啊 这孝康皇后 可不一样哦 这康熙元年 1662年10月 这康熙皇帝 刚登基 就与这个孝慧张皇后 一起 并尊自己的母亲 为皇太后 并且呢 在皇太后前面啊 还给自己的妈妈 上了徽号 约 慈和 皇太后 要说这福分福气啊 可能来的呀 他有点突然了 这慈和皇太后 一个没绷住 哎 转过年来呀 死了 距离他被尊为 皇太后的时间啊 还不到一年的光景 哎哪啊 还不到半年 头年的十月份 被尊为慈和皇太后 到了第二年的 二月十一日 就绷世了 这削途我呀 也想是给您 捡点热闹的讲 我也想说说呀 这孝康皇后啊 是孝庄 害死的 我也想说说呀 这孝康皇后啊 可能跟后宫的 某位太监 都总管啊 有点没来眼去的 可是啊 他没有史料支持 这些个呀 都是电视剧 胡编出来的 您还真别拿他当真 要说这孝康 张皇后的结局啊 那应该是幸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活着的时候呢 本身啊 就生活在一个 军公贵族的家庭当中 结了婚之后啊 这爷们呢 他是皇上 没过多久呢 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高兴不高兴啊 咱们先放在一边 最起码啊 对于后宫嫔妃 孤寂的生活呀 自己算是有了一些慰藉 就凭这一点呀 那个终身为生下一儿半女的 孝慧张皇后 也就是这个正牌的皇后啊 哎 还真别不了他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孝庄也不如他呀 这自己丈夫刚一死 就被儿子尊为了皇太后 这孝庄不是还等了八年的吗 再说这崩世以后 和自己的丈夫啊 埋在了一个坑里 那个博尔吉蒂特皇后 刚才咱们说的 孝慧张皇后 也没赶上这份殊荣 当然了 这份殊荣啊 敢不敢的 也不得要紧的 谁让你死得早呢 再说呀 咱们就得说说董恶妃了 比董恶妃的命 那就更好得多了 董恶妃的儿子 降生没多久就夭折了 可是同家室的儿子呢 却当了皇帝 仗着爷们的专宠啊 这董恶妃 崩世以后啊 最后还是得了一个皇后的位分 可是死了之后啊 永远也没习了爷们的事 也就是说这董恶妃 最后只能被称呼为孝宪皇后 而这个同家室呢 被后室称为啊 孝康张皇后 这个张啊 就是顺治皇帝的事 董恶妃最后 也没落上个拳帘 这个字啊 大清朝廷 始终就没给他 要让学徒我看呢 这孝康张皇后 除了这个寿数短点 其他呀 完全过得去 我是天天挨着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对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得嘞 就是天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 谢谢你 vens通讯